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我們今天要來複科挑戰 妳記得我最喜歡的那一支影片是什麼嗎 淡水背痛女子啊 沒錯 因為那支影片實在是有過太多很深刻的回憶 那時候我就是不太舒服 但我還是硬要去淡水約會 但是我那支影片其實很多都是 隨手拿起手機就拍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沒有拍得這麼完美 可止不完美 雖然整體來說妳是蠻喜歡 但是就是有很多回饋就是很晃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做什麼 我們今天升級我們的設備 其實這一台相機我們用蠻久的 雖然說是Vlog機 但是也陪伴我們非常多的那種靜態拍攝 這一台我們用了兩年了 但我今天再用這台相機來複科以前 手機沒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複科挑戰Sony ZV 升級Vlog 我們已經來到淡水了 太陽非常的大 今天應該又有夕陽了吧 哈哈 挑戰夕陽 走吧 現在複科到了一個極致欸 這個場景有沒有 妳還記得我那時候 到底為什麼 職意要來這個地方嗎 我不記得妳為什麼職意要來這個地方 但我只記得妳非常非常的堅持 然後說妳心情不好 無論如何一定要叫我帶妳來淡水 因為淡水心裡才會好 然後我就帶妳來淡水 然後途中呢 就開始在那邊這樣 我想說妳在幹嘛啊 然後到了之後妳就跟我說 喔我背痛背痛 那怎麼辦我應該要帶妳去按摩嗎 還是我們就回家算了 我堅持要留下 我要去淡水 我說可是妳這樣逛街嗎 我只記得都是大概是這樣 沒錯 我職意要來淡水 而且重點是我還背痛 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支Vlog 我覺得很真實 然後隨便拿起手機這樣一拍這樣好不好 那既然我裝備升級也是要複科 妳覺得妳有辦法再用背痛的方式走路嗎 我覺得我可以嘗試 我真的是蠻有表演天分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來試試看 走路的有沒有辦法達到大家的要求 會有不對喔 好來啊 有的怕 我現在用的是 ZV-E10的內置麥克風來做收音 其實這個收音已經超清楚了吧 之前手機也是用它內建的麥克風 但就是只有拍的人錄到聲音 被拍的那個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早一場災難 我要講一下這顆鏡頭 它是一顆廣角鏡 是我們另外買的 我可以把鏡頭資訊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參考 它很適合兩個人放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畫面是非常完美好看的 大家可以參考 這個女子現在是蓄勢待發 準備挑戰她當初背痛的樣子 我現在背很好欸 欸現在收音應該還不錯吧 那時候我還對著鏡頭說 我要講很大聲 因為我怕她收不到音 我這麼大聲是害怕麥克風 露不到我的聲音 現在就是全相機收音應該就超好怕 就是正常講話的聲 走啊 背痛女子 我跟你說你繼續這樣轉一轉 你等一下就真的背痛 好就這樣 轉這邊好了 啊 背好痛 還自己 還自己Cue她一次 她真的很奇怪欸 好啦 這是一個依舊愛淡水夕陽的女子 但是今天 幸運的是背不痛啊 欸我說你那個畫面應該穩很多吧 我今天上一次的畫面真的是 超晃 超晃到不行 超晃到不行 然後整個我自己看都快暈了 我覺得很鬧那一支片 但是你知道我當下在剪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還好啊哪裡晃啊 然後現在我回去看四年前影片 我覺得也太晃了吧 黑歷史 我就覺得整個就是 好啦 我們去吃鳥蛋 帶你去買鳥蛋 神復科欸 不要加辣 不要 刷醬油這樣好 它現在有一個產品展示的功能 就是你東西如果放到最前面啊 它就會自動偵測這個東西 你要我吃鳥蛋了是不是 嗯 好吃嗎 重點是我看你的 上次釣的鳥蛋 這次好好拿喔 這次要完整紀錄 我這次要完整紀錄 我真的覺得你們真的太瞧不起我 就是我背痛 那時候鳥在吃都好 小心吃喔 會掉啦 看這影片有幾顆 現在算幾顆 一樣沒變啊 好 長了五塊而已 那防風的這個應該有 讓麥克風沒有那麼多風聲吧 對啊 其實你可以吃得很好 那為什麼上次會掉 因為我長大四歲 原來是這樣 對 這個鏡頭幫你拍得很漂亮 想當初那時候iPhone 給你拍的都是原相子 現在這一台ZV10它內建 三種階段的柔膚效果 然後我們現在是用第二個等級 中 我覺得畫面是最漂亮自然的 我覺得中真的很漂亮 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去看吃羊吧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來的時候 應該真的是趕著要看西洋 人家在找太陽 還很高 這個位子 我要到這個位子 還有一個小時 還有一個小時 這樣的距離 現在距離 夕陽還有一段時間 我要來對這台相機真情告白一下 這台相機剛出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去買 然後它現在陪我們 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兩年了吧 兩年有了 它很好手拿 你手拿看看那個感覺 真的嗎 對啊 然後很小又很輕 做成這個形狀很好 它還有霧靶 霧靶的好處就是 它也可以調角度 你看 調角度 如果今天你要 自己開 然後這個也可以當成一個指甲 怎麼樣 姐有看到喜歡的嗎 沒有 那我們走進去看 好 走 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很穩 我覺得這個相機的 顏色也蠻好看的 我幫你把錢放好了 你自己扭吧 你要看這個 要是附落名字 你可能會扭到好多塊 不會 會扭到附落名字 等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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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是誰 我粉紅色欸怎麼辦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很吹欸 很吹欸 烏鴉嘴欸 是我最不想扭到的欸 我覺得會正低就是 花一些小錢做一些 什麼 欸等一下 你瞎到了 而且藍色的 而且藍色的 我說我要藍色 就跟我藍色的 送你 謝謝你 我再刮起來而已 他跑去找鳥蛋的換錢 怎麼樣你跟鳥蛋的當朋友了嗎 對啊 不然怎麼換錢 好好轉哈 轉一圈 好害怕喔 好害怕喔 終於試了嗎 烏鴉咪 蛋 開心了嗎 開心 好恭喜大家 有三顆可以抽獎 哈哈哈哈 我一會爭地是什麼 就是花錢然後 買開心 買開心 哇 要準備看夕陽了呢 這香氣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風格設定 然後我如果說看夕陽 我就可以設定成那個sonset 像我現在設定裡就是肖像模式 好的我們現在是用標準模式來拍 那如果我們等一下換成日落的模式的話 它的整個影像出來的模式會差很多 我們來看看 好的這就是裡面的日落的模式 就可以看到藍的地方很藍 黃的地方很黃 更接近日落的地方 看到亮的地方 我們現在可以錄4K 整個差非常多吧 超多 特力感都美 畫面整個非常的清晰 超愛 你看那個光還這樣灑出來 散開那個光線的感覺 好美 我現在要來復刻 河岸邊看日落的樣子 因為我覺得那個moment其實是超級浪漫的 這是我為什麼最喜歡這支影片的很大的原因 我說最浪漫 真的很浪漫 超怪 雖然很瞎 但是很浪漫 我要完整復刻 台詞要跟上喔 好 哈哈 這是一個假裝背痛但人要看釋陽的女子 我們那時候剛在一起啊 第一個約會地點就是淡水 那時候就是來看釋陽 當然啦 那時候有一個人的背沒那麼痛 想當初我們那時候第一次約會 就是來淡水 也是來看釋陽 只是那個時候 他背沒那麼痛而已 好傻喔 我們今天的復刻挑戰Sony ZV升級Vlog 差不多到了尾聲 這麼久沒有來淡水 是不是還是很開心啊 非常開心 那我們這次帶著Sony ZV E10來拍攝今天Vlog 他那時候只有手機筆 有哪幾個點你覺得提升有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防守真的差超多 因為之前其實你會覺得畫面這樣一格一格 很晃很晃 上一格大概就下一個已經倒折了 可是現在的話因為你還有一個手持握把 然後他自己防守真的又變好 其實就很順你知道嗎 很好拍很好用 我自己覺得差最多的是收音 因為畢竟那時候拍你都只有 拍攝者的聲音有被錄進去 被拍的人其實講話在講什麼都聽不到 對啊我那個後製的時候 我真的是都只能聽個大概而已 然後我覺得最後最後 整體的畫面變很漂亮啦 沒有 4K然後再加上他可以調整這個 它有柔膚效果對不對 然後還有風格設定 可以讓那個 夕陽的顏色更漂亮 而且我跟大家說 Vlog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好帶出門 拿起來就可以拍 拿起來就可以拍 它對焦要快 然後要夠穩定 要夠好 要夠輕巧 所以我現在已經大愛這台 其實突然間又跟這台相機重新變 因為我已經用它兩年 可是我這種用過期待生機之後 我現在又覺得 重新改善後 我發現它是劇組所有 Vlog機應該要有的條件 隨手拍的功能真的很讚喔 帶的出門也超久挑 那我們就約會今天到這邊囉 等一下再晃晃就回家囉 不要再給我一份鳥蛋吧 再給我一份鳥蛋吧 好啦當然去買鳥蛋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囉 好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 掰掰